今天全美也有超过6600万张选票被投出 超过了今年预期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提前投票数据 目前这些选票中有40%来自注册民主党人 40%来自共和党人 剩下的19%则来自独一或第三方选民 看样子川普和共和党政客们 鼓励支持着积极提前投票的策略似乎奏效了 他们无论是在提前投票还是邮寄投票上都创下的历史新购 今年恩文或许真的能够有幸竞争到共和党候选人 在普选票上超越民主党对手的历史 在这个大背景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特州的最新提前投票数据 并结合最新民调以及选民倾向 对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果进行预测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详细分析两位候选人在各自安全中的情况了 根据提前投票数据 川普在几个传统红州应该会大火全胜 这首先包括蒙代拿州 爱达河州 华尔俄明州 犹他州和阿拉斯加州 在大培人地区 川普拿下北达科他州 南达科他州 堪萨斯州 俄克拉克马州 以及除了第二国会选区的内布拉斯加州 同样毫无压力 而在美国东南部 密苏里州 阿肯瑟州 路易斯安纳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马州 田纳西州和南塔俄兰纳州的胜利 也势必将归于川普 当然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西弗基尼亚州 肯塔基州和印第亚那州 也注定在川普的安全名单上 这些州自2008年以来 就从被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过 在2020年 也都以显著优势倒向了川普 经历的提现投票数据也显示 不可党选民在这些州都大幅领先 领先幅度维持在15到40个百分点之间 而进入这些安全红州后 川普的总选举人票 就来到了125张 至于哈里斯 阿菲西西南州的提现投票中 也保持了强势领先 沿着太平洋海岸 哈里斯有华盛顿州 胡勒冈州 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伊州 组成的太平洋蓝墙 向东 他还有科罗拉多州和伊利诺伊州 这两个州是民主党外的非海岸蓝州 而其他的安全蓝州 则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 这包括了纽约州 卒蒙特州 马萨诸塞州 罗德党州 汤涅迪瑞州 新泽西州 瑞拉华州 马埃兰州和华盛顿特区 近40年矮 这些州就没有被穿红过 2020年 拜登更是以至少15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 赢得了他们 而今年 民主党人在这些州的提现投票中 也占据了遥遥领先的优势地位 毫无疑问 哈里斯想不收下这些州的190张选举人票都难 现在 我们还有17个州悬而未云 但这里面有几个州 对两位候选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真的摇摆州 我们先把他们挑出来 首先爱尔华州和俄亥俄州 在2016年和2020年 都以8个百分点的优势 被川普拿下 而最新民调平均值也显示出了类似的趋势 因此预计川普今年 依旧会稳住这两个州 同样川普应该也能保住 缅因州第二国会选区 要知道 这里可是全美最白人化 最乡综化和最年长化的选区之一 这回甚至可能更倾向不合党 而哈里斯 看南下新墨西哥州 也没什么看到问题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 新墨西哥州创造的历史 自1968年以来首次投出了 比科罗拉多州更不难的结果 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 全美西语艺选民 普遍向右转造成感 而作为全美西语艺人口最多的州 新墨西哥州受这趋势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威亚的几届总统选举中 新墨西哥州立即将逐渐变为一个摇摆州 不过今年选举 哈里斯还不用为这么遥远的事担心 再是缅因州 该州的全州选举偏向哈里斯 而第一国会选区 则是深蓝选区 2020年 拜登分别以近9个百分别和23个百分别的优势 赢得了缅因州的全州选区 和第一国会选区 今年哈里斯在这里的表现也很强劲 拿下他们应该不成问题 这样哈里斯的选举人票总数就来到了198张 而川普则为149张 现在还剩下12个州 这些州总共价值191张选举人票 虽然听上去不多 但他们对美国总统大选 可是起着至关重要决定性作用 首先来看内华达州 这个期限投票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隐人注意 封城情况下 这个时候民主党选民已经在该州的提前投票中抢债先计 建立了一道领先防线 然而截至目前 内华达州也有近95万张选票被投出 达到了今年一期投票总人数的60% 其中共和党选民竟然以39%领先民主党整整4个百分点 令人惊讶 这比2020年的数据 内华达州同一期限的提前投票 则使民主党选民领先共和党3的百分点 最终这一优势地位值得拜登以2.4%获胜 现如今共和党选民在提前投票中就已经领先了民主党 反想而知 哈里斯在该州的选情有多么糟糕 此外 最新的民调平均值显示 川普在内华达州以1.5%的明显优势领先哈里斯 在今年总体选情交流的情况下 川普还能在7大100州取得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领先 看样子 今年川普可能真的要翻转这个 还在前两次选举中都未能获胜的州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亚利桑那州 2020年 亚利桑那州是选举结果第二岸接近的州 拜登及0.3%的威诱优势显胜川普 不过今年川普在这里似乎又要强势回归了 目前的提现投票数据显示 在190多万张选票中 共和党选民已经领先了民主党整整7个百分点 回顾2020年选举 当时共和党选民仅领先民主党2.4% 也就是说 今年共和党人认民主党的优势扩大了近5个百分点 民调数据也同样为共和党带来了利好消息 目前川普平均领先哈里斯2.3% 与此同时 预测市场也给了川普近75%的胜算 达到了自拜登退选以来的最高水平 浅而易见 各项指标都显示 川普今年势必将再度翻转亚里桑马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克三四周 该州价值40张选举人票 是摇摆州中最大的一块牛肉 经过一周的提前投票 德克三四周已经投出了超过800万张选票 成为了目前提前投票数量最多的州 共和党选民在该州一面稳定领先民主党一成以上 优势显著 民调也显示 川普目前在德州平均领先哈里斯超过7个百分点 这已经超过趟2020年战胜拜登的优势了 得来上民调常常低估川普 因此合理推测 今年川普将在德州取得比2020年更好的成绩 现在让我们转到东南部 福威达州开始提前投票才几天 就已经收到了超过650万张选票 其中共和党占比为45% 领先民主党12% 这对哈里斯来说简直就是噩耗 因为在2020年 川普仅以3.2%的优势赢得了福州 但当时民主党在提前投票中 甚至还领先了共和党一个百分点 而自2020年以来 佛罗里达州不仅注册共和党选民越来越多 其共和党籍州长和议员的席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以预见 今年川普将以更大的领先优势 轻松拿下佛罗里达州 接下来我们来聊乔治亚州 这可是2020年选举结果最接近的州 当年拜登依靠亚特兰大黑人选民的高投票率 以仅0.23%的极其微弱优势 成功将这个桃子周翻栏 不过今天选举黑人选民就没那么给力了 最近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黑人选民州的支持率有所好转 比2022年时极高了20% 在基建投票方面 乔治亚州今年也创开了新纪录 目前已经有大约380多万人张选票被投出 其中共和党选民48%对45%领先民主党三个百分点 最新民调平均值更是显示 川普目前在该州领先哈里斯2.6% 这在摇摆州可不是一个常定的情况 可以看出 今年乔治亚州明显有倒向川普的态势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凯罗安娜州 民主党想要翻转该州就必须在提前投票中 稳定的领先共和党才行 然而东不前为止 民主党人的表现依旧不假 根据提前投票的最新数据 在已投得了近400万选票中 不解民主党人落后于共和党一个百分点 回复2020年 民主党人在提前投票中 限定起了5个百分点的领先防线 但最终川普依旧已超过1个百分点的优势 赢得了北凯罗安娜州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平均值 川普在该州也达到了1.5个百分点的领先幅度 在最新的一份民调中 他更是领先了4个百分点 因此北凯罗安娜州 今年势必将与其他阳光州一起归入川普的囊中 接下来我们转到中西部 首先开开哈利斯副手 蒂姆·沃尔兹的家乡 明尼苏达州 2020年 拜登以7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该州 目前民主党人在提前投票中 也领先共和党23个百分点 尽管过去几天 这个领先优势略有缩小 但考虑到哈利斯在最新民调平均值中 依旧已近5个百分点的优势 稳定领先川普 预计共和党人 很难记着投票日当天的高投票率 就弥补提前投票劣势 因此明尼苏达州 今年大日还是会保持蓝色 现在我们要聚焦 铁锈带三大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在今年的选举中 两位候选人都需要至少赢得 这三大摇摆州中的一个 才能跨过270招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 如果川普再次给阳光州都获胜 那么哈利斯必须赢得 这三个州的全部才能勉强选选 我们先从威斯康星州开始讲起 该州在铁锈带三州中 通常被视为最偏向共和党的州 从人口结构来看 威斯康星州的农村人口较多 这里的白人工人阶级 也更倾向于川普 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选举中 川普在该州的表现 都超出了民调利息至少6个百分点 如果不是民调机构 太过偏袒民主党候选人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 威斯康星州害羞的川普支持也太多了 根据最新民调评定数据 目前哈利斯在威斯康星州 以0.7个百分点微弱领先川普 这主要是由于一份C&N的极端民调造成的 这份民调居然做出了哈利斯 也要领先川普6个百分点的金人数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而如果去掉C&N的这份极端民调的话 川普则会反过来以威为优势领先哈利斯 不过其实就算不去掉这个极端值 考虑民调6个百分点的偏差之后 川普也依旧实质领先了哈利斯 而在提前投票方面 民主党的领先优势也在持续缩小 目前仅领先共和党9个百分点 颠破了之前的双位数水平 但由于威斯康星州并没有公布 20年按政党划分的注册选迷数据 我们并没有办法对比两次选举的 今天投票变化 来预测该州今年的选举走向 所以这里 我们就只好先根据市场密切的结果 进行较为粗糙的判断 根据Point Market的数据 哈利斯目前又实现了对川普的反超 以53对48略微领先 因此我们就姑且先将 威斯康星州的势力归于哈利斯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 那几天并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 但川普的市场行情却突然下跌 这真的非常耐人虚伪 接下来是密歇根州 这在州城市化公样化程度相对较高 在铁舍在三州中 本身就是最难的 2020年 拜登在该州以近三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 而最新的民调平均值则显示 哈利斯在该州的领先优势达到了近一个百分点 在提前投票方面 民主党人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大幅缩小 已经从此前的14个百分点下降到了现在的5个百分点 不过与威斯康英州类似 密歇根州也从来没有公布2020年 按政党划分的提前投票数据 因此 我们只能再次借助市场一期价益判断 根据市场预期数据 哈利斯在该州已经大幅反超川普 占据了57%的胜算 基于此 我们也只能姑且将密歇根州计为威兰州 最后 我们来看看 举定胜负的最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 目前的民调显示 川普仅以0.4的微弱优势领先哈利斯 两位候选人在该州选情依旧照着 而根据提前投票的数据 宾夕法尼亚州 目前已有近170万张选票被投出 目前57%的选票来自注册民主党选民 33%来自共和党 民主党的领先幅度为24个百分点 表面上看 民主党人在该州色获占据的优势 然而要知道 宾夕法尼亚州的提前投票非常麻烦 选民必须亲自到县书记办公室 申请邮寄选票才能投票 这就导致了许多郊区和农村的共和党选民 因为怕麻烦而放弃提前投票 选择集中到投票日那一天再投票 因此单定两党注册选民的差距 很难判定该州的选情总效 我们必须要对比2020年时的数据 才能进行推断 新颖的是 与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不同 宾夕法尼亚州公布了它2020年时的 提前投票数据 数据显示 当年同一时间 民主党人在提前投票上占比为64.8% 而共和党人则为23.6% 也就是说 在今年的提前投票中 民主党选民减少了近8个百分点 而共和党选民则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方式相对变化了组组18个百分点 这一叙事表明 今年民主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明显表现不假 但共和党人则更加强劲了 因此综合以上各种数据 客人认为 今年宾夕法尼亚州会被川普翻红 而这也写了川普的总选举人票数上升到287张 一举突破当选门槛 最要和最后 我们还要讲讲 圣汉的零碎几个摇摆州 他们其实都是一些 限量民主党的次要摇摆州 包括弗吉尼亚州 新伊罕布什尔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第二国会选举 我们首先从弗吉尼亚州开始讲 目前该州已投设了借200万张选 民主党以50%对39%的明显优势领先 领先幅度达到了惊人的11个百分点 要知道2020年 拜登在弗吉尼亚州大幅领先川普10个百分点 拿到了最1944年罗斯福以来民主党人最大的优势 当时民主党人在提现投票中 也仅领先共和党8个百分点 可以预见哈里斯近年在弗吉尼亚州 似乎不会表现得比拜登更差 接下来是新韩布什尔州 新韩布什尔州的提前投票数量相对较少 目前这打热6万张选票被投出 其中民主党仅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 虽然这个样本样不大 不能做太多推对 但根据最近的民票平均值数据 哈里斯目前依旧领先川普4个百分点 因此新韩布什尔州今年依旧应该会保持蓝色 最后我们来看看内布拉斯加州的第二国会选区 该州适应独特的选举人票分配方式 两张选举人票归全州选举获胜者 另外两张选举人票则归两个国会选区的各自获胜者 虽然我们并没有该选区的提前投票数据 但考虑到内布拉斯加州的第二选区 以奥马哈地区为主 城市化种族多样化水平高 并且有高比利格大型毕业生 再加上最新的两份民调也得该选区分配给了 哈里斯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 因此显而易见 今年该选区依旧会偏向民主党 以上这是我们综合最新批线投票数据 最新民调及市场一期所得出的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最新预测 川普有望以287张选举人票赢的选举 虫散白宫